就沒辦法 現在很多的魔鬼在街頭走來走去 台灣社會真的是有點畸形調 用魔鬼來形容20號的北街隨機砍人 張國偉認為 在網軍鄉民當道的時代 匿名發言讓大家生活在恐懼之下 其實隨機砍人很難預言 對不對 這東西怎麼預言 我走過去在你旁邊就畫一刀 沒有理由 沒有任何原因 只要老子不爽都可以砍人 日前發生的八仙城暴 張國偉也痛批 該負責的就該出來面對 該負責任的沒有負責任 不該負責任的也通通跑出來要負責任 那也很奇怪 負責人不願面對 卻演變成全民買單 張國偉之言實在不合理 勞退第六趴 勞退第六趴 退休苦哈哈 退休苦哈哈 而勞團近期抗議不斷 也讓他有感而發 沒有錯那個都是勞工的權利 可是問題是 你不能把這個都全部當作主要 你把資方搞倒了 你說資方都欺負人 沒有資方你也沒辦法成立公司 長榮航與波音起義 簽署購機合約 張國偉在會上直說 台灣電子業邁入夕陽 但他認為航太業將會是台灣 下一個好機會 這幾年油價非常的高 可是這幾年 因為3C的產品 這個越做越小 Air Cargo的波音市場來講是在萎縮 應該會啦當然啦 今年沒有比去年好我怎麼活 張國偉不改大炮性格 面對出口衰退 張國偉更是痛批 台灣出口不該指引 宏達電作為標準 我們不是一個台灣 一個中華民國 就是一家HTC耶 出口的這個數字 你說這個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耶 哪一個國家是在靠一個單一的公司啊 那你乾脆政府去把HTC買下來算啊 台灣出口連連衰退 張國偉認為官方數字很有問題 在心機簽約會上 張國偉先批捨回病態 再呼籲政府扶植產業 就是希望台灣能在逆境下突破重圍 東森財經新聞 徐少雲 鄭彥龍 台北報導